《新鎮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7日在官網發布 《深圳市對重點行業從業人員定期核酸檢測》中 發現兩宗陽性感染者 兩人是夫婦 居住在龍江區一處社區 29歲的丈夫在羅湖區上班 妻子就在龍江區工作 兩人已經被送到到 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應急軟區隔離治療 密切接觸者正排查中 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7日發布公告 要求民眾非必要不要離開深圳 確實需要離開深圳要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全市嚴格管控大型會議及演出等活動 龍江區羅湖區暫停舉辦大型聚集性活動 機場和公路等交通場所 嚴禁持有健康馬系紅黃馬的民眾 承搭相關交通工具 據中共國家衛健委官網消息 在1月6日凌晨開始24小時 中國大陸新增確診病例有174宗 其中境外輸入病例58宗 本土病例116宗 陝西57宗 都是在西安市 河南56宗 浙江3宗 不過由於中共患於瞞報疫情真相 以上數據受到外界質疑 大陸防疫專家鍾南山昨天6日說 西安疫情這一輪的疫情拐點應該已經出現 基於目前大陸的疫苗注射率已經超過83% 從理論上來評估 大陸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群體免疫 它同時說在低風險地區 市民可以在做好防控的前提下 有條件回家過年 不需要完全停擺 提供人架 提供了 更多的地方 是最高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